尊敬的全球战友好,我是小福利,欢迎收看每日快讯,自由号news将每天为您分享全球最新动态,传播最新灭共资讯。 7月25日,美国众议院通过2023年制止中国芬太尼法案,根据该法案,将对中共国合成阿片类药物,阿片类药物前提的制造商进行制裁,并对相关中共官员追责。 众议院将与本周就制定加密货币监管框架的法案进行投票。 扎克伯格未能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要求,提交该公司是否审查其平台上自由言论的相关文件。 司法委员会可能对扎克伯格发出藐视国会的传票。 人工智能公司Entropic的首席执行官阿莫黛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,AI可能会帮助恶人开发生物武器。 7月26日,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出一项法案,以制止中共向拉美地区输出其反民主、技术极权、监控技术的行为。 普京将于10月份,中共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访问中共国。 加密货币追踪公司Elliptic和Chainalysis指出,90多加分泰尼潜体中共国供应商中,有90%接受比特币和Tether支付,为数十亿美元的洗钱提供了便利。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副教授伯克表示,与中共公安部和中共军方联系密切的团体或个人,已经渗透到欧洲的大学和工业界窃取数据。 欧洲议会已经在去年对中共的间谍活动表示严重关切。 Meta一款保护隐私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,用于收集用户数据。 Meta被澳大利亚法院罚款1400万美元。 三星决定将显示器生产商京东方从自身供应网中剔除。 丰田汽车提前解除在华合资企业,约1000名工人的合同。 习近平承认,中共经济面临新的困难挑战,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,外部环境复杂严峻。 有专家认为,下半年中共的经济将会有更大危机,在中共的体制下很难解决。